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最夯的一个名词 所以这对健康影响非常大 我们非常高兴 请到一个专家来跟我们谈这件事情 那我们今天除了我们请来的专家 郑教授以外 我们创会长施教授 还有我们协助委员吴教授 还有我们协助委员吴教授 然后我们的副会长李世坚 来一起跟大家 当他报告完以后 郑教授报告完以后 他们会类似像女孩们 然后我们接下来会请各位 来发问 品质问语 那我们今天共同来谈TN2.1 谢谢大家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谢谢创会长的这个开展介绍 那今天是环保人们的环保茶坊 主题是雾霾台湾怎么活 我想大家一定都有感受 这几年来 是应该说长年以来 不是这几年来 长年以来 台湾的空气污染 都一直非常地严重 那我们特别是在这个冬天 这个春天 特别感受深刻 我们常常看到雾茫茫的一片 当然在夏天 有时候也会感受到一样的 看到一样的情况 那这当然是空气污染所保持 那空气污染的雾是非常地多 非常多种 那其中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就是 潜伏维力的问题 以及这个光化学烟雾的问题 那这些潜伏维力或者光化学烟雾 主要是来自于工厂或者说这个汽机车的排放 再加上一些这个环境里面的这个阳城等等 这些过程的我们常见的这个 潜伏维力 以及这个光化学烟雾 今天我们邀请了 邀请了 郑真伦教授 来跟我们介绍 潜伏维力里面的这个细潜伏维力 PM2.5 它的健康效应 我想这个从报章杂志各位常常看到 知道这个细潜伏维力 它可以深入我们的肺部 然后进一步进入我们的血管 来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那更详细的这个健康效应 我想我们今天会请郑教授来介绍 那吴坤立教授 他也长期以来做这个健康风险的评估 他也在产业界带过 所以对于石化工业的这个操作 以及相关的这个健康风险 他也会给我们一些说明 那徐光荣教授 他是研究大气 所以他对这些咸虎为例 他的长城的传输 那在区域的这个扩散等等 他是大气系 他学化学 所以他对大气里面的这些化学的转换 我想他会给我们很多的这个说明 因为我们这些咸虎为例 很多不是原生性的 而是衍生性的 也就是说 他不是一出来都是 他是经过化学方面 因为它变出来的 像光化学方 光化学烟物 就是我们这个 汽机车里面的 或者工厂排放 燃烧排放的这个淡氧化物 那么它跟这个有机的这些蒸汽 那么就反应会产生这个 这个臭氧 以及其他的光化学物质出来 那么刘 刘世娟副会长 他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并且长期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环保行政界工作过 曾经担任过 从台中到台南站 环保局的这个副局长 后来从地方又跑到中央 担任这个环保署的监制处 上那边认识 我想他对这个环境的这个污染 在行政方面如何去 予以这个着手改进 给我们很多这个 这方面的一些对策 那我想我们关心这个议题 主要的目的 还是在于改进 所以我们希望 经由我们这个环保查法的进行 大家也能够及时广义 那么找出对策 那么力求这个现象的一个改善 那再次欢迎各位 那我们接下来就首先邀请郑尊任教授 来给我们做这个 PM2.5的这个健康效应的一个报告 大家欢迎他 谢谢 谢谢郑尊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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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个PM2.5的这个议题 烧得很快 那 记者招一个礼拜之前 我们工业学院里面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哇,那记者 那你有看过 以前我们工业学院办那个记者招待会 招待会 那么多记者跑出来 然后 那个 这个报纸 这个 整个 那个都有在刊登 不过我想我今天大概只是做一个开场 类似这样 就是说我讲讲这个健康的效应 其实 因为这个健康的效应 衍生了后面很多的一些议题 我们都很多的专家可以来 跟我们来 来做一个 做一个 这个 讨论跟得附 因为最重要还是 还是怎么样 我们要把 我们要把这个污染的情况改善 不过我想之前我们还是先讲一下这个 所谓的这个健康效应 那我大概很快讲一下 就是很快回顾一下律师 然后呢 我们现在 做一些健康效应研究 那 银2-0到底它的健康效应是怎么样 那最后我要讲一下 这个 这个 呼吸污染指标 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有一些坎静的空间 好 那 每次讲都要放一张图 这个 它其实这个萌内画很多图 这是其中一张 它就在因果伦伦的开户四合上面 1905年 你看看 你看看 后面很多电梢 然后不蒙蒙 其实它有时候画出来的更糟 那 这是1905年 就看起来就灰灰了 那 大家都知道大陆是什么时候 中国大陆 说五十几年前 所以到了1952年 哇 就这个 这白天 但是暗暗都要开灯 那 那一天在十二月初的时候 大概 这个 这个 或是说这个维力 二氧化碟都上来了 然后 这个死亡 死亡 死亡人数就开始 本来是 大概平常是这样 急速的上升 这几天里面 大概死了将近八千 然后事实上之后呢 其实还有陆陆续续 还有人说 一这样加起来 可能八千或一万二 所以在短时间内 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受害 那所以 因为这样子 这个 空气污染 当然 严重性 那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 这个是五十年后 他们五十多年纪念 我想这蛮好的 每次有什么事情 这个 十多年 二十多年 我们再回顾一下 为什么当时发生这个事情 那他们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说 可以他们把当时这个 因为在这个 这个 这个期间 死亡的这些人 他们把那个 他们的肺 肺部把它拿出来 然后再选一镜底下去看 大家可以看到是黑黑的 其实就是那个看 然后仔细再看 还有这个 亮亮一点一点的 再放大一下 你可以看到什么 一颗一颗 这个 就是我们讲说 颗粒的全无能力 它就吸到背里面 然后这个成绩在这个背里面 就是说我们讲的全无能力 这当然有大有小 不过这个 这个其实 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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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一些概念 因为2.5 事实上讲说它的 力镜 有一颗讲应该所谓的 气氧力镜 没关系 那我们讲说 这力镜是2.5 2.5 微米以下的 那当然它 可能大家也听过 PM10 那是6.0 力镜要大一点 那大概要到PM10 以下 大概才有可能 进到背里面 不过2.5它更小 那当然就更容易 进到你的背里面 那 不过呢 当然不只是因为它 比较小的 力镜到背里面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它的产生是不一样的 这个 下的颗 你有所谓的 P2.5 主要是燃烧 那这个 大颗的 大概就是一些 一些落层 这个比较大颗的 摩擦 低屑产生 所以这个燃烧 产生的就相对 这个毒性也是比较大 不只说它比较容易 跑到身体 跑到背里面 这个只是讲说 它比较容易 跑到背的身部 那不只 不只这个 英国 我想 因为产业 它需要 燃 要使用燃料 燃煤 所以产生很多 这个污染 这个是刚刚 美国另外一个 在一个工业 工业的一个 靠近Pieceberg的一个 一个镇 一个小镇 也有 这空气路染事件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 一个 它写蛮多有关 跟那个 工工卫生有关的书 这个是它写 它小时候 在这个镇上 它在那里长大的 然后它有发生 这个空气路染事件 所以它把它写成 一个一等书 说 When small rain like water 就说 那个烟 这么浓 好像流过 像水这样流过来 它其实后来也写了很多书 它写了很多一些 比如说一些工业上面的 使用的一些chemical 造成一些危害 造成癌症 它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书 这个大家可以参考 那当然像美国 像大都市 1960年代的美国烟丝 可以看到烟幕弥漫 再过来像洛杉磯 就开始有车 不只是工厂 所以呢 其实 大概在英国1952年 所以1956年 它就有所谓的Cream Air App 空气清净空气滑岸 美国到差不多1970年 甚至还结合了很多 这个类似的环保 这个环保运动 就开始变成一个 所谓的险邪 那同时在这个时候 美国也开始 开始花钱 开始做一些 有关空气污染的研究 其实美国在这个上面 他们经常都 还是有很多人投资 大家都知道心脏病方面 它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代 那个是叫Farmina Stanley 就研究说 哪些 哪些危险因子 跟西藏病有关 这个是 他们另外有一个投资 就是 所谓的 Harbor大学 Harbor 60 就是说 把选六个层次 六个层次 污染 从最严重的到最 最 最 比较没有 比较没有那么污染 严重的 然后就看他们居民 就看到说 随着时间 他们的存活率 当然随着时间 慢慢有一些老了 会死掉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个污染比较严重的 它的这个存活力就比较低 那污染比较轻的地方 它居民 就活了比较久 所以开始提供很多 后来我们可以 应用空气污染的一些指標 所以它有的指標 那这里面他发现说 细权无为力的 跟这个死亡之间 因果关系 这个 不是 这个所谓的激氧活力关系 最好 显然这个 细权无为力 就PM2.0 大概是最重要的 这个污染物之一 那这个是 他们大概当时 你想一想 1975年左右 大概 差不多30 那我们台湾现在是多少 人家1970 说污染的严重 大概差不多30 然后就有一个 那到了第二期 那这个61年 1990年左右 就掉到差不多20几 那我们台湾现在 现在比较 现在多少 现在大概都三十几 十几 就是平均 那这里面当然做了研究里面 另外一个比较研究 比较重要的是美国癌症学会的研究 它本来是 研究哪一侧 研究空气污染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空气污染的标准的一个 制定标准的一个根据 那这里面比较 然后有趣的是说 你从伦敦大陆这样子雾满满的 那大家想说 因为我们要控制空气污染 那事实上也有法案 所以事实上 他们的这空气污染的情况 其实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呢 到了1990年左右 他们发现 奇怪 我用做流行地球研究 做人类的观察的研究 发现说 即使浓度好像有降低 也达到当时的标准了 但是呢 诶 还是看到有一些急性的 就是说 这个污染物上升的时候 特别PN2.5上升的时候 你好像死亡会增加 住院会增加 而且呢 不只是急性的 那慢性的这个研究也发现说 像刚刚像哈佛斯 屋卵比较 屋卵比较 屋卵比较严重的地球 那它的这个 死亡啊 或是因为新血管疾病死亡 就比较多 就比较多 所以呢 大概在这个时候 这个也是一样 大概是这一次的研究 所以呢 这个美国很多的这个团体 像Amazon上有所学一学 咦 大家看到这个标志 我们这种年期的 大概就比较知道 你在这个做什么 老油票 Amazon上以前就是管这个 以前结合并比较多 他就管老油票 不过他后来 不管这个 因为现在这个空气网比较严重 他们花很多力气 在捞底 像美国国会捞底 这个其实它里面是个音的 会有声音会KKK 这样捞底 所以他们是这样 花很多的 这个公民团体 花很多的力气 在捞底这个 这个 这个国会 要求管治 即使空气污染看起来 其实 台湾其实好很多 可是因为研究 发现说 你还是对健康有危害 所以他们还是很努力 也要要求这个 这个 研究这个 空气污染的这个危害 然后要这个降低空气 这个 这个标准 空气污染的这个标准 像微粒空气污染标准 美国大概2005大概最早 1997定了标准 2006修正 然后呢 2012就修正 所以大概美国就 EBA就有一个标准 那台湾是 日本是2009年 台湾到2011 2012才要 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定了标准 它有四级 那它最 最 最 这个 这个所谓的 現在世界各国 还没有用到 用到 用到这样子 那美国跟 大概是差不多 算是第二 那中国的话 就是最 最高的那一个 其实 那这里面我很快讲一下 这里面其实还蛮有趣的 刚刚那个研究里面发现说 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 不仅仅是说死亡增加 那死亡的增加里面 大家都可以想象到 就是说 这个微粒一颗一颗 跑到肺里面 然后就沉积在肺里面 然后不出来 那可能就会花瘾 白血球都跑进去 那你有气喘啊 或是你本来有吸烟 或本来你这个 背具有问题的 就比较低 受到影响 可是他们看到的不是这样子 他们发现说 其实脏病也变多了 所以在过去大概 差不多10到15年 很多人研究都在研究说 空气污染怎么造成脏病 那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 那流行病学研究做很多 但是我要讲一下就是说 因为法规 通常会 对流行病学研究 因为他是自然的观察 那有很多所谓的干扰因子 就是说我们除了吸烙空气污染物 可是还有很多的因素 可能会影响这个疾病的发生 所以就需要 除了流行病学研究以外 大概需要有一些 比较实验的 类似像动物实验 来探讨所谓的因果关系 所以就需要实验 这是我们 我们之前弄的一套实验 就是能够把外面的空气弄进来 然后把那个空气的微粒浓缩 差不多10倍 然后做动物实验 然后就会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就看到说 老鼠的污染严重 互入的时候 跟没有互入的 他的那个心跳会上去 血压也会上升 甚至他的那个交感 互交感的神经 都会错乱 就控制 就产生问题 大概是这样 这个我大概不用修备 只是给他看一下 因为一个交感互交感的问题 其实会影响到 所谓的心意不整 美国有一些流行病学研究 发现说 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 有些人会突然有那个心意不整 那心意不整的时候 这些人 其实他本来就比较容易有心意不整 他通常身体会照理给那个什么 能够放电 然后把那个心意不整 就把它弄回来 就跟我们现在很多大楼外面 你会看到什么AED 他很多那个制动电气器 比如说你假如突然这个捆下去 然后这个心意不整 然后电回来这样 那所以他有一些是在身体上面会有 他发现说 因为空气忽然严重的时候 他的放电比较多 所以想起来有时候有一些 会影响到心意不整 会有猝死的可能 那 好 不过在心脏病里面 比较重要的其实就是心肌梗塞 那心肌梗塞其实就是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是这个心脏里面的冠状动态 分共是供应心脏的收缩的血液所需要的 就养混跟养气 那这个里面的管壁角变厚的时候 就是动过硬化的时候就会影响 那这个是一个最有名的研究 美国纽约大学 他们就给老鼠去吸这个浓缩的微粒 这个老鼠是特别的老鼠 这个老鼠就一般老鼠其实是不会 老鼠比较奇怪 不会像人吃很多油的东西 就会长这个动过硬化 这种是特别的老鼠 那他把他那个基因弄掉之后 他老鼠就会长出这个斑块 就是动过硬化 然后这一组是有吸了PL2黏粉 会比较严重 然后右边这一组是什么 这给老鼠吃那个比较高质的 就跟我们去吃麦当啊 或是什么高质的食物 那你这个就比较严重 然后这给他吸一个PL2.5怎么样 你看这个管壁怎么样 就把他完全塞住了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研究 就是说这个PL2.5的这个 这个连续的这个吸入之后呢 会影响我们这个动过硬化 那我们 我们事实上没有那么多钱 他们这个都几百万几百万的这个钱在做 那我们要用那一套系统来做 不过我们也没有那么多套 不过我们就想说 因为我们他们的浓度其实还蛮高的 那我们给他连续附入的话 那也许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中卫学院的楼上 用这一套系统 给他有这个过滤跟没有过滤这个轨粒 然后你这样看到的结果差别 然后呢我们经过三个月 经过三个月 就是外界的东西把它弄进来 经过三个月 因为有一些他在这个管闭上面 就是管路上面最高是要 特别是大哥的 所以平均大概是13个而已 我们现在的国家标度是15 13其实还蛮低的 很多美国的大公司大概差不多 或者多数大概是两个公司 我们看到说我们这个是 这些老鼠是有糖尿病的老鼠 所以他本来就比较容易滑 左边这个是他正常一般的空气 他这个是有把particle滤掉的 那你就发现说 有particle的附入之后呢 这个一点一点 这上面其实就很多排行起来 你这个心脏 心脏会发炎 心脏会先发炎 那这个是老鼠的那个冻末 老鼠的冻末 那他的管闭本来是这样子 那给他particle滤之后就怎么样 变比较厚了 其实意思有点像这个 所谓的这个怎么样 那个 所谓的冻末硬化 这管闭就变厚了 而且不止这样子 我们来看到他的那个肾脏 肾脏这个是一个肾小肾石球 你是来过滤血液的 过滤血液 然后这个里面 因为这个糖尿病 所以他有一点冻末硬化 可是呢在这个 帕利口附入的这一组 又更严重 那这个肾小管也是 是有点透明化 但是这一组又更严重 所以经过三个月 这三个月 然后浓度不是很高的状况比较 就可以看到他的心脏 发炎比较严重 然后那个 这个动作 你的脑皮也变得透 然后呢 肾脏这个 肾脂血的硬化 都是这小肾脂肪 虽然他还没有达到说 民床上把他抽血 还可以看到变化 但是意思是说这个 组织定义上面有变化 然后再过六个月八个月 会更明显 会更明显 那不止这样子 我们现在还讲到说 他不只是这样子 他会这样 因为这些老鼠的本来血糖 就比较高 那你给他破入之后呢 这个 你没有过六个月的血糖 不晓得再做 你没有人 假如你血糖比较高 你去看医生的话 医生除了跟你抽 空腹血糖以外 还会跟你抽什么 你没有过六个月的血糖 其实跟你讲 你过去三个月的血糖 你去吃 所以会比一个 单单一个空腹血糖更出 所以发现 他比较高 所以他本来就高了 但是你给他 步入趴一口之后 他的血糖又更高 血糖的控制又更差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血液里面 跟菱形因子有关的 它也变高了 你就说 你就可能比较容易 产生血栓 那这个其实就是 美国的这个心脏协会 他们在2010年 就那么一个stadium 他们有一个科学的一个 针对心血管疾病 跟空腹的这个小组 那你就认为说 空虚污染会造成这个 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空虚污染不能下去有一个 但是它就是 重要的方法会生问题 所以意思是说 医生或心脏病 心脏病医生看到病人 然后大家想有一个 要注意医生 人家注意医生 要注意到 银罗主事以外 还注意什么 公主源 整个的时候不要把去外面 运透了 等会再往在下面 那 那